在我们继续讲这个便利数之前啊 刚才代码忘了一点 就是忘了测试一下对吧 好我们来做一个测试方法 this.getLoot 获取这个跟节点 returnLoot 获取跟节点 然后呢去看一下咱们产入元素到底成不成功 OK 我们就以刚才咱们喜闻的键做例子吧 t等于new去 对吧 new去 然后呢 t点insert 咱们实验insert方法 先插入第一个8 t点insert 下一个什么呢 2对吧 t点insert 3 然后呢 t点insert 什么 insert9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测试一下 看看咱们的代码到底有没有跑起来 检查 t对吧 是咱们这个数的实例 t点getLoot 获取一下Loot的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跟节点是什么 跟节点是8 对不对 然后呢 左侧节点是什么 左侧节点是 这个也是一个node类的实例 对不对 一个对象 然后呢 值是2 然后我们敏锐的注意到啊 注意到这里 首先 我们这个跟节点是一个node类的 然后呢 有value 有left 有right 对不对 left呢为node的类型 right呢为node的类型 然后呢 看它的left是什么 left呢也是个node的节点 然后呢 有value 然后有left 有right 对吧 left有吗 没有啊 该说错了 然后呢 right是有的 然后对于右边这个节点来说呢 left呢 没有 right也没有 OK 然后呢 我们重点是把这看看 这个这个node是什么 对不对 就可以知道咱们代码正不正确了 因为按照咱们正确的结构应该怎么样 8 对吧 2 3 9 对吧 这边应该是node OK 但这边是node 咱们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2的左边是node 那我们看右边 2的右边是不是这个3就可以了 OK 我们看一下是吗 是3 对吧 好了 我们就可以啊 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 对吧 看看 根据点什么 是8 left呢 是这个对应的value是2 对吧 是2 然后呢 这个2的left呢 为node null 那它的line呢 是3 那么3的左右呢 都是node 对吧 这个也是node 然后呢 对于这个8来说 看 这是它的左节点 对吧 咱们一直探究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8的右边的节点是什么 是9 对吧 然后9的左右呢 都是node 它现在结构是这样的 对不对 咱们想一下 咱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么一个竖结构了 对吧 虽然呢代码看起来干巴巴的 但是呢 你把它画出来之后发现 跟咱们刚才设想的完全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么具体的代码实验过程呢 刚才已经严谨的分析过一遍了 对吧 那这里呢 这个insert方法 希望大家好好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套路 叫做地规 好 我们先暂停一会儿 讲一下地规这个东西 那什么叫地规呢 啊 地 呃 地给我 对吧 地 规 对吧 地规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个乌龟递给我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吧 地规 是这个规 回来这个规 地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指一个函数 调用它自己本身 比如说挖一个fn等于方式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它会再调用自己本身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调用 ok 那么这样调用会产生有什么情况呢 会这样 第一次我们调用fn对吧 fn fn 然后呢 这个fn呢 又会调用个fn 然后呢 继续入战 对吧 假设咱们有个战 会入战 然后呢 这个fn在调用的时候呢 又会调用个fn 然后呢 又会入战 最终能把战叠得很高 然后呢 超出了计算机内存 对吧 然后爆炸 所以说啊 地规有个问题啊 要把地规理解好的话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点 对吧 一点就够了 是什么呢 地规的出口在哪 出口什么意思呢 就说 你必须有个出口 让这个地规不会再执行 ok 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 呃 如果像咱们现在这个代码的话 像左侧这个代码 有出口吗 没有 它会一直一直不断的调用 对不对 咱们现在来设计一个出口 啊 比如说 var cult 等于0 对吧 然后每次调用的时候 cult呢 加加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 if 随便写的啊 ifcult 呃 大于5 return 这就是一个出口 那么我们想一下 这个情绪怎么样 首先 第一遍执行 对吧 啊 满足这个靠大 不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呢 靠的加加 然后呢 调用一遍函数 然后呢 一直调用 直到最后 到这里了 他不会再调用他自己了 然后呢 就开始出站 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呃 咱们把画很多个站 对吧 画很多个站 然后呢 第一个先入站 对吧 第二个入站 第三个入站 第四个入站 直到这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 不会再调用他自己了 就说不会再有函数入站了 OK 那就可以出站了 第一个出站 第二个出站 这个出站 对吧 这个出站 然后呢 程序运行完成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低规方式 刚才我们想一下 我们那个insert的方法 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低规的过程 我们在insert的时候呢 再次调用了insert的这个函数本身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 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咱们这个insert的方法 出口在那 我说了 每一个地规都会有个出口 不然呢 会把计算机内成站给挤爆的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 是有个隐形的出口的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他才会继续调用他本身 所以呢 其他条件都是他隐形的一些出口 就影响 就让他不会再反复调用自己 OK 好 这个站呢 咱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对吧 可以分析一下他站 比如说 从刚才的一子 8239来看 首先 第一遍调用在这开始 对不对 OK 先入站什么 我用 我用 用个大结构来画站好了 简单一点 用个大结构来画站 首先入站是什么函数 是insert insert什么 root是什么 是8 然后呢 new node呢 是2 对不对 呃 然后 再接下来 呃 这个函数呢 直接就 满足这条件 直接执行了 对吧 咱们应该 呃 不看这个 不看这个啊 不应该看这个 insert83 假设咱们要查用3 这个元素 OK insert83 然后会怎么样 这是8 这是3 对不对 然后会走哪里 还记得吗 会走 new node的value 小于node的 会走这儿 对吧 然后呢 它的left呢 还不为no 所以呢 会走这儿 会再次调用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 就是insert什么 23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这个函数 执行完之后 会执行到呢 会执行到这一行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会执行到这一行 因为呢 它会满足这个条件 对吧 new node是3 大于2 然后呢 2的右边呢 还是no 所以呢 它会执行这一行 那么还会反复 调用它自己吗 不会了 相当于在阐数最后 默认 luturn了一个什么东西 默认 luturn了一个untify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 就不会再产生 它对自己的调用了 然后就开始出战了 这里出战 对吧 这个出战 但是呢 咱们这个出战顺序 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咱们的这个地规 没有返回值 如果有返回值的话 那它的赢 它就 我们要考 就要非常严谨的考虑这个了 现在咱们只要简单的考虑 这是第一个入战的 这是第二个入战的 那么这个是先出战的 执行完之后 再把这个函数给释放掉 好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战的结构 对吧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 搜索的话 先不讲 咱们先讲这个变利 OK 先讲变利 变利其实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对吧 像咱们这个例子里面 需要讲的东西 其实就一个 就是这个 首先这个CB的变量 什么意思 对吧 CB它是一个 Function类型的 一个回调函数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在调用数组的方法的时候 比如说 123 这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调用它 forH方法 forH方法 然后呢 里面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函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函数里面 就可以 操作 这个数据里面的每一项 或者说 会 或者说这个forH方法呢 会把数据里面的每一项 作为行差 放到这FN里面来 对吧 我们同样会实现 这么一种操作的方式 对吧 然后我们要 跟这个forH方法一样 我们是在回调函数里面呢 操作变利到的元素 比如说 这是一个例子 咱们要向外 暴露这个 Travels这个方法 OK 然后暴露的时候呢 要传一个callback进来 对吧 这是一个回调 是怎么处理 比如说 咱们要做一个printer 对吧 把每个节点打印出来 OK 然后呢 在里面实现一个 私有的travels方法 去实现这个便利 好 我来举个例子吧 这个便利对吧 这个传入参数应该是 cb callback callback 回调 对吧 好了 我们现在假设 这地归的例子 我先数字掉了 假设我们要去便利这个数 t.travels 需要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print 等于function 对吧 node 或者说这样 value 然后呢 console log value 然后呢 value 对不对 它这个函数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值 console.log打印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print 作为函数传进去 那么我们希望看到 结果怎么样呢 就是把里面便利到的 每一个值打印出来 比如说 你刚才那个例子 8239那个例子 8239 对吧 是这样的 那么我希望 首先先把8打印出来 要把2打印出来 要把3打印出来 要把9打印出来 对不对 当然这涉及到一个顺序的问题 有些同学可能发现了 那么你会先这么打印呢 还是先啊 会还是这么打印呢 对吧 这么一个顺序 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待会咱们会好好分析这个东西 OK 总之 我们实现print方法 就要把每个节点打印出来 好吧 把每个节点打印出来 我们现在实现一下这个travels这个方法 其实怎么办呢 把便利节点同样的是从根节点开始便利 而且数的任何操作都少不了一个东西 少不了什么呢 叫地规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实现一个travels 这个 travels这个私有的一个函数 对吧 呃 node callback 咱们先看代码实现 首先我们把这个 首先我们在travels里面调用这个travels函数 对吧 要传入第一个东西叫root 是咱们的根节点 然后把回调函数传进去 好 首先 我们必须去地规的便利里面的每一个节点 懂意思吧 比如说还是那个例子吧 8239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 咱慢一点 方便理解 首先我们便利8这个节点 对吧 然后去便利他的所有的止节点 然后呢 去便利每一个止节点的所有的止节点 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深入的便利过程 对不对 所以呢 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if 这里需要 这个我先不说啊 首先我们要便利 travels什么呢 node.left travels 对吧 便利他的右边的止节点 然后呢 最后我们调用回调函数 对吧 打印自己的value 对不对 打印自己的value 这点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是咱们数据里面 平常用的一种方式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会有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或者说 呃 我们这个地归的出口在哪 因为我们这里明显能看到他会不断不断不断的便利 对吧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这个node会变成什么 这个node变成一个值变成node了 然后就开始报错了 因为你去调用node.left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什么呢 呃 left is not 呃 prepity什么什么 那个错误对不对 我们来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 虽然他不会不断的递规对吧 虽然他不会不断的递规 但是他会报错 对吧 这也不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我们试一下 哎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咱们刚才已经调用过这个方法了 对吧 这就没意思了 报了什么错 can only property left of now 就是说咱们now这个值呢 是没有left这个属性的 所以呢 这行代码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咱们就这个判断了 ifnode等于node 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空节点 对不对 空节点还需要便利它的左右吗 不需要了 就是咱们刚才那个例子 8239 对不对 这个例子 8239 比如说你便利到32这个节点了 对不对 然后你在便利它 它还是now的 对不对 如果它已经是空节点了 你还需要去便利它的左跟右吗 不需要了 你只要便利到它之后 你发现它是now之后 直接怎么样 直接l return 对吧 你不用管它了 不用不用再去继续往下去便利了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要再做判断 ifnode等于node的话 咱们l return 什么呢 呃 不用了对吧 直接l return就可以了 直接退出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看程序怎么样 呃 callback is not function 对吧 呃 我看一下 print function 呃 这里有点奇怪 我就把这个打印一下看 console log callback 看一下 是什么 是一个函数啊 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 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我打印一下 诶 发现了 这是一个undify 对不对 啊 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因为我们再次调用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调用 呃 向左去探寻的时候 忘记把这callback传进去了 对不对 然后导致呢 它是undify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callback OK 因为呢 我们在调用 这个函数的调用自己本身的时候 也要满足这两个参数 对不对 不然有一天 你没有传的callback的话 下一个接收到callback 这是undify 然后在这里调用的时候 就出错了 好 便利的值是什么 是3298 诶 3298 我们看一下 这应该怎么理解 8 2 3 9 对吧 现在咱们的结构是这样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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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它先便利的什么 先便利的值是什么 是3 诶 奇怪了 为什么它先从3开始呢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到2 然后呢 又跑到这边 便利了一个9 最后再回来便利8 诶 为什么这个顺序那么奇怪啊 对不对 这是咱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OK 接下来重头戏就来了 我们要分析 它的执行的地归站了 好了 对于这么一个例子来说 我直接画了一个超长的站 好吧 首先 我们去 travels 这个root的时候 对吧 这是什么 这就是节点什么 是8 对不对 所以说它第一遍执行 是哪个先入战 是t 8 先入战 对吧 然后 8进来了 对吧 进来了 这个代码 不满足条件 然后呢 就跳过 往下执行 然后执行了什么 node.left 就是8的left 是什么 会记得咱们这个 8293 对不对 是这样 啊 no 然后呢 node.left 是什么 是2 所以呢 会执行 t2 这个函数 入战 对吧 应该说 将t2 这个函数 入战 OK 注意啊 这是站顶 对吧 这是站顶 OK 将t2 这个函数 入战 然后 接下来会先执行 这一行吗 不会 它会继续的 去 去执行 先执行这个函数 继续往战里面 say 好吧 所以呢 下一个t2 执行完之后 t2 对吧 又进来 执行这个 travel's left 是什么 对不对 会是什么 2的 left 然后呢 这个left呢 发现会返回 对不对 因为呢 它的值是什么 它的值是now 所以呢 这个返回了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OK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然后 然后再接下来执行的是哪一行 是这一行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执行什么 t2 点什么 right 这时候执行到是什么 就相当于t什么 t3呗 对不对 t3 然后3再去变 然后3再进来了 3进来的话 去判断它左右 肯定都是now给返回了 对不对 都now给返回了 然后最后执行了这一行 还没到最后对吧 然后继续执行callback 我就写cb好吧 cb什么 cb3这个值 OK 然后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开始往外递归 往外扔了 对吧 然后呢 print把3给打印出来了 print 把3打印出来了 OK 然后这个 这个函数就执行完了 就出战了 OK 然后呢 t3执行完了 出战了 又到哪了 到t2了 对吧 刚才执行的是什么 呃 t2 全部便利完了吧 对吧 然后怎么办 全他的直前 他的直前 他的直 呃 他的两个地规函数的 都执行完之后 怎么样 print2 对不对 然后对于8来说 他先调用了他的 现在是8 回到8这一点 然后呢 他先执行了left 就是2这条路对吧 走完之后 直到他的站全部释放完 然后呢 开始执行什么 开始执行t8点line 就是什么 就是9 执行t9 然后呢 接下来t9也是一样啊 t9继续往下执行是什么 t9点left 对吧 然后呢 9点left 是now 直接就 直接就扔出来了 然后呢 执行t9点line 然后呢 直接扔出来了 最后callback什么 callback9 然后呢 就把9给打印出来了 prin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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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说现在咱们顺序怎么样 是先打3 再打2 再打9 最后呢 这些 这个执行完了 对吧 出站 这个执行完了 出站 这个执行完出站 这个t9呢 也执行完了 出站 然后最后怎么办 再回到最后一个函数 t8去执行 然后呢 print print8 就是说3298这样的 一个地规的 一个便利的一个顺序 ok 那这段可能说会稍微有点乱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只要记住 比如说对于8来说 它在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把这个函数 一直等到它返回 才会继续去往下执行 因为这是站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过程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迷糊 对吧 因为我可能 这个话有点乱 但是呢 大家可以 再找一个直笔什么的 自己去 比划比划 把这个结果给试一下 然后呢 咱们再回头看一点 咱们的便利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通过这样的顺序 8 3298的一个顺序 把它便利出来了 这种便利呢 这种便利呢 是一种便利方式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两种便利方式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现在把callback换一个位置 第一个换到最前面 第二个换到最中间 换到最后面 这三个位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问 OK 咱们回忆一下 咱们把callback换到最后面的话 把便利结构是什么 是32898对吧 是从最底部去便利的 那如果在中间呢 便利结果是什么呢 咱们去演示一下 是2389 又有点不一样了 2389 2389 然后下一个便利的顺序 是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是82398239对吧 8239 不应该打空格 239 8239 我们发现了 每一个便利的顺序都不一样 明明明都是一样的函数 为什么便利的顺序会不一样呢 我们来好好对比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回到刚才那对吧 对吧 然后8 8239 对吧 是这么一个顺序 no 它是两个no对吧 no 好了 首先我用红色的笔标记这一个便利的过程 ok 是怎么样的 8239 这么便利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我用黄色的笔 记录这一个便利的一个过程 是什么 2389 ok 然后就我用绿色的笔标记这么一个过程 是什么 3298 它们便利的顺序完全不一样 仅仅因为我们改变了这一行语句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问题出来哪 出在地规站上面 咱们以这个为例子 对吧 对比刚才这个情况 好 假设我们现在代码就这 对吧 好了 这次分析会更加严谨一点 因为啊 作为刚才我分析不严谨的一个 呃 补偿对吧 就一个补偿 咱们再把这个账号一下 8 2 3 N 然后呢 9 左右呢 这是NN OK OK 咱们第一遍进来的时候 travel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执行t8 对不对 然后t8这个函数 首先会执行哪一行 这一行相当于打印对不对 相当于print 因为咱们把这个print函数传进来 先会执行什么 啊 c callback 8 对不对 执行callback的话 这个函数会继续有地规吗 没有 OK 它可以出站了 对吧 出站 这时候把8给打印出来了 OK OK 它已经完事了 对吧 它已经完事了 我画条横线 然后去执行什么 执行t8的left 执行这一行了 然后会继续执行t8点right吗 会执行t8点right吗 不会 因为这个函数还没有执行完呢 还得继续往里面递归呢 好了 继续往里面递归 t8点left 对吧 8点left是什么 是2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t2 对吧 这个函数相当于t2 然后t2会怎么样 会先执行哪一行 会先执行这个print 就是说cb2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2直接打印出来 对不对 OK 2打印完 这个函数执行完成 出站 然后在travel就到这一行 对吧 会继续执行怎么办 会执行t2点left 但是我们注意到2点left是什么 2点left在进来的时候 是now对不对 然后呢 直接履顿了 OK 这个函数可以出站 终于可以执行下一行了 对吧 执行下一行 但至于是2去执行它的 这执行什么 t2点light OK t2点light 他已经执行完了 对吧 2点left执行完了 2点light 然后2点light执行之后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执行了t3 对不对 OK t3执行了 现在是3了 红色的标3进来了 3进来先执行哪一行 这一行 是什么 是cb3 他是不是打印对吧 打印然后出站 然后呢3 然后便利顺序什么 823 这样的一个便利顺序 跟刚才是不是一样了 然后这行执行完之后 又去执行什么 t3点left 但是因为呢 它是闹 对吧 所以直接执行完 直接出站 然后呢 执行t3点light 对吧 它也是直接执行完 直接出站 OK 那么这站都出完了 回到哪了 回到这了 对吧 t3 2点light执行完了吗 执行完了 对吧 因为我们把上面的全部都执行完了 对吧 那么这一个终于可以出站了 出站 它没有任何影响对吧 然后接下来到哪一行执行 到t8点left 这个是不是也执行完了 因为它上面的函数都执行完了 对吧 它没有 它没有再有任何的东西了 所以呢 它可以出站了 对吧 它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在接下来 t8点left执行完之后 注意看黑色的标啊 黑色的标是8的 OK 那么它终于可以执行这一行了 t什么 8点light 对吧 可能有点来得太迟了 但是呢 还不算迟 对吧 t8点light 执行t8点light之后 又会怎么样 就相当于执行什么 相当于执行t9 那么呢 又会走一遍刚才那个过程 然后呢 就要去执行什么呢 接下来是什么 对于9这个啊 看绿色的标 现在进来是9 OK 然后呢 先执行了一行 callback cb9 就现在把9打印出来了 OK 现在把9打印出来 所以这种打印的顺序是什么 是8239 对不对 8239打印顺序 然后呢 对于9来说 它会继续调用什么 t9 t9点light 对吧 咱们站写不下了 以及t9点light 但这两个呢 影响不太大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它们出战 执行完 对吧 它们两个 然后呢 它们两个执行完 这个cb9 已经执行完 已经早就出战了 对吧 然后呢 t8点light呢 执行完吗 执行完 OK 出战 然后对于t8来说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是不是这一行执行完了 然后继续往下执行 是不是就已经 点了 就把它最后返回出来了 站终于清空了 对不对 我们一直往站里面叠东西 然后呢 一直往站里面拿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最终打印的结果是8239 OK 那么同样呢 我们如果去分析这个的话 得到结果应该是2389 OK 咱们再分析一遍 对吧 因为这样的东西确实是很重要